午夜乱谈 今天的午夜乱谈 我们来好好谈谈欢乐的好拍档 零食 好吃的零食真的可以为欢乐的时光加分不少 而便利商店常常会有不少新款的零食 或是老品牌推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口味 今天咱们就接受网友们的推荐 来试试看 有哪些新款零食真的值得你试一试 又有哪些是能不碰就不要碰的大地雷呢 本集主讲人 中广新闻部 年轻有为小鲜肉 王凯凯 中广新闻部 长腿一姐 WE 中广流星网 至今没有接到任何代言的 糟糕主持人 赫豆子 午夜乱谈 要欢迎到中广新闻部的两位新生代同学 一位是中广吴卓源 Julia WE 你好 哈喽 我是吴卓源 WE 中广吴卓源 喂喂喂喂 另外一位呢是 自称中广王俊凯的王凯凯 大家好我是凯凯 我刚以为他讲我是王俊凯 我不敢啦 那我会回他 你要不要脸 我不要 诶对对对 中广吴卓源或者中广王俊凯 是人家 就是我们同事帮你们取的呢 还是说你们自称的 侮仙来说 呃我是 我朋友说 诶我跟吴卓源的身形蛮像的 而且我自己就是 毕竟是吴卓妍的大粉丝 但火辣程度不一样 我觉得吴卓妍越来越辣 他那个身形 他那个曲线 我比不过 我只能说 我已经不错了 但吴卓妍更辣 而且是越来越辣 我觉得吴卓妍的那个身形 或他整个体态 除了男生会喜欢之外 我觉得女生也会嫉妒的 不得了 他女粉丝也是很多的 而且我还有一期在跟吴卓妍 一直在台上唱歌过 还在再讲一次 好像前两集他有讲到这一次了 有有有 多光荣有没有 有多光荣的 好开心哦 一直提到现在 好的 所以说你同学 或是你朋友帮你取的嘛 对不对 中国王俊凯是怎么回事 我们哪位同事帮你取这个绰号 我本人 我本人自己帮自己取的 勇气何来 何来勇气 梁静如给我的 谢谢 但我是觉得蛮像的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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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神美眼光有出问题吗 感谢你啊 这是被我洗脑成功啦 可是有些时候这样自称的那种什么 譬如三重什么啊 对不对 或是永和什么啊 中山区什么啊 对对对对 松山区留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好玩啦 没错 某部分也给自己勇气就对 当然当然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呃 今天先稍微聊一些 比较脱离屎尿屁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单元呢 我找王凯凯来做很OK 但是找了一个女生来做 这种有关屎尿屁的 其实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不不很乐意的 原来是吧 可以可以 我后来还知道你也蛮乐意的啊 对不对 就因为你们平常在大家的 面前形象都太好 然后就觉得应该 太乖了 对不能不能让你 谈太过于扭曲的题目这样子 也是也是 但他其实前几集 谈的倒是蛮乐在其中 就说了嘛 对不对 而且我看我 中访的都非非 我看我家人都有分享一下我的帖 我想说嗯 他们如果听到 他们如果听到是什么心情呢 应该是蛮开心的 超级开心 哇你上了那个流行网的节目欸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应该是这个心 感谢豆子哥 感谢豆子哥 感谢前辈 好的好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来聊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聊聊 就是其实 你不要说什么 在平常在家追剧 或是聚会的时候 大家会想要吃零食这样子 有些时候啊 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偷吃零食 等一下 我先讲哦 照理来说 录音室是不准饮食的 我们中广的规定是啊 就是你如果要带那个水 进去录音室喝的话 你还一定得加盖 你没有盖子的饮料 是不是带不进那个录音室的 对 但今天呢 我们就饮食偷跑 哈哈哈哈 因为我要做到那个 总监不要听 帮大家服务嘛 就是有一些东西试吃啊 修测试一下啊 说说我们的心得报告啊 特别是在便利店 有很多时不时的 有一些新产品啊 新口味啊 其实有些东西是老牌子 但是新口味 而且那些口味 你才是觉得说 你出这事要干嘛 真的耶 你有什么事吗 这样对不对 真的 今天就看到了很多耶 真的吗 看到了很多 很奇怪的怜民 哈哈哈哈 今天摆在你们桌上的这些试试的东西啊 有些有怜民的 对 有些是老品牌 但是那个口味莫名其妙的 对 我就想说那些口味你就好好的老实做你们原本的口味就好了好不好 你们为什么就是要想那些莫名其妙无味不味的口味 真的 做得好加分就算了 做不好的话就是徒留骂名的 哈哈哈 对 没关系 徒留骂名他下一季就不会有了 哈哈哈哈 难怪他说是联名 哦 季节限定哦 季节限定哦 很快就不会再有了哦 季节限定这四个字最好躲避 那个好不好吃 对 所以说 如果按照就是喜好零食的程度的话 你们两个基本上算得上是喜欢吃零食的人吗 吴依欣来说 哦 我非常喜欢吃零食 我也是那种公主压力大的时候 我会就是开启一包零食然后就狂吃 我不会吃午餐的 诶 我们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嘛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 是这种不健康的同事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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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看到我边工作 然后就是一边那边吃我的饼干 很疗愈 很疗愈 我会 我会 对不对 OK好 那个王俊凯呢 谢谢咯 差不多啦 也是上班的时候 我们两个那边都很多一些有的没的 零食 而且我有练就出吃零食的功力 就是我从 吃零食需要的功力是什么 学生实习开始 我就是吃东西 我也有 我会拿筷子 用筷子 用筷子在吃 为什么 这就不会沾到我的口 你手就不会脏啊 对手就不会脏掉 可是你要另外准备一双筷子不是吗 不难啊 不难吧 我觉得还好 是啦 这样电脑键盘才不会油 是 扛手才不会油 对对对 我好跟你们讲啊 很久很久以前啊 就是那个中广对于临时的规定还没有很严格的时候啊 对 实际那个电脑键盘真的是 我真的 是不是呀 我其实平常很讨厌用马桶来比喻 这个东西比马桶还脏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广的电脑键盘啊 真的是比马桶还脏 我真的要爆料一次 其实我有一次就是也是进到录音室 然后我就在准备直播 我就摸那个console觉得 嗯 那个油油滑滑的 我出来看讲说我觉得滑滑游游了欸怎么办 我就手有点觉得呃 就是觉得好恶心哦 搞不好那是上润滑油啊 有可能 有可能是他的护手霜什么 但我不知道 我就摸起来觉得好不舒服哦 你看这公用的东西就是这样 就你很难预计他前一位到底是沾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有可能是洋芋片的油 有可能是牛肉面的油 有可能是护手霜的油 你都不知道这样 自助餐的油 味道好复杂 对啊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个样子 好的 所以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零食 就像我们前几天在这个脸书粉砖上面做了调查 其实就有人在那边讲说 基本上我不吃零食 好健康哦 所以说这一题我一点忙都帮不上这样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 在台湾这么多的零食当中 有哪些零食是在台湾的民众心目当中 觉得很重要的零食 或是排名很前面的零食呢 我们来听听 你爱吃零食吗 哪一款零食又是你的最爱呢 其实无论是在家追剧 或是朋友聚会 好吃的零食肯定会让你觉得加分不少 而你觉得哪些零食是台湾民众的最爱呢 一份2022年的网络调查 就列举了台湾民众时大爱吃零食 来看看这十名理念 是否有你的心头好在其中 分别是 一美杏仁巧克力酥片 卡拉姆酒后切洋芋片及新口味 自然之盐子菜苏打饼干 我还想吃也吃 精脆脆酥炸鸡皮饼干 米乖乖奶油椰子口味 米乖乖 Jellybee低卡蒟蒻果凍 Jellybee 北海雪鱼相思 七七新贵派 一枚小泡芙牛奶口味 我超爱 排名最高的是 弗易轩手工芝麻蛋卷 您觉得这份调查 是否符合台湾民众的喜好呢 提醒您此段内容没有业配 欢迎各大食品厂商与中广业务不接洽 若您喜欢的零食不在排名其中 也请您切勿走心 毕竟网路调查真的是参考就好 以上 你怎么觉得每次听他讲话 就很想扁他的感觉 我是欠你五百万 你需要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 你可以有点感情吗 还自然之盐 什么东西 断句这样的 自然之盐那个品牌的紫菜口味 它是苏打饼干 那是好吃的 那个才好吃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排名 但我有点异味蛋卷 第一名哦 对对对 而且是好几份调查 我不晓得 其实我觉得这种调查 真的大家是参考参考就好 因为你不知道他调查的背后 有没有一些什么业务配合啊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写手啊 有没有一些冠票等等之类的 因为网络什么事都会发生嘛 所以说你就看一看 大概知道风向在哪里就好了 这个排名也不见得代表是正确的 只不过呢 就是知道这前十名当中呢 可能有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 啊好开心啊这样子 对对对 那那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的东西 没在这前十名的话 就卖骂就过去了 哈哈哈 对大家切无走心 好吧 怎么了 你要说什么 没有啊 可是那个泡芙也不错啦 泡芙 然后它的新桂派 对 哦新桂派好基本啊 还有那个第十名 我觉得它名字太后面了 那个义美 哦 那个巧克力碎片 诶那个很好吃耶 那个我们高中生的时候一定会必吃 对啊 而且把它捏碎 捏碎 对对对 然后把它倒 你是用捏 你是捏碎哦 先捏碎它 然后你怎么吃 对啊捏碎倒纸车 啊 没错啊 不对吗 还可以倒在牛奶里面 对啦 对啦 我知道啦 就很多人都这样 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哦 你知道 因为其实像吃那种东西 就好像吃脏脏包一样 就都弄得很脏 然后它很容易掉屑 那我自己人吃那种东西 如果容易掉屑的话呢 就会开始啊 赞 所以我通常我是习惯 就是一整块拿起来咬 也会掉啊 它很脆 但起码比你那个 也是啦 你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就是好像 王子面或者是科学面 哦 是 对不对 你们喜欢捏的碎碎的呢 还是说稍微捏一捏 然后吃大块大块的 诶 王子面的话要大块大块的 我会捏得很碎 不好意思 你是大块派的 我要大块的 你是捏碎派的 对 我捏碎派的 大块派两票 耶 哎呦 太好了 不是 我跟你讲 因为你吃零食的习惯 是你会拿筷子 或是拿汤匙 对不对 有道理 对不对 可是大块的要怎么吃啊 大块的还要咬 那才有感觉啊 就是要咬啊 那你尻尻尻的时候 不就是也是 碎碎掉满地吗 它就是要大块到 你可以刚好一口 放进嘴巴里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 同样是那种 干吃的面啊 王子面跟科学面 还有不是以前有一个 叫什么 模范生点心饼 有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模范生点心饼 偏甜 就同样都是 鸡汁炸的面 对对对 但我就觉得说 好像科学面 跟王子面是一派的 对 然后模范生点心饼 那个是另外一派的 他们的咸是咸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味道是不一样的 中间呢 王子面跟科学面 又有两个各自喜欢的 可以拥护的派哦这样子 对不对 你喜欢吃的是 我是比较科学面派的 我味道比较重 对 粉包比较咸 哈哈哈 and you 那我是王子面 真的哦 因为王子面是碎的啊 它有那种小包碎的 碎的版本 啊对对对 王子面也有 王子面也有 王子面有出碎的 然后科学面后 好像也有出 小包的版本这样子 你是喜欢吃王子面 我喜欢吃王子面 可是王子面到后来不是也出 就是我刚所谓的 老品牌出莫名其妙的口味 那一种 他也开始了 对不对 那你是喜欢吃原始的 还是说喜欢吃 你后来 有的一些什么口味这样子 我觉得有些口味是蛮不错的 例如 像我自己蛮喜欢 什么张君雅的那个 梅子口味的 哦梅子口味 哦 王子面 了解了解 嗯 好特别啊 不行我还是要原味 我比较练旧一点 你甭说 像刚才那个排名里面 有那个北海雪鱼相似 哦对啊 北海雪鱼相似 不知道后来还有出什么 什么麻辣口味的 哦有有有 然后那个 不是后来出一个 就是粗条的北海雪鱼相似 我觉得粗条也没什么用 它本来吃起来 就是很空虚的东西 我不喜欢粗条 我觉得粗条跟原始 那个细条的那种 咬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粗条更 不会讲 那脚筋更 更复杂的一点 就脚 脚那个粗条的 我就觉得不是北海雪鱼相似 你还我它的原型好不好 偏偏超级市场 细条要常常缺货 是是是 都是卖粗条的 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对 不是我要的啊 原来不是只有我这种感觉 我想说 加叉服超市 你到底一天哪 能够缺货 缺什么 什么蛇啊 哈哈哈 你们会去好市多 买那种大包的 北海雪鱼相似 我觉得大包的 它吃太久了 这大包什么东西 北海雪鱼相似 会啊 会啊 真的假的 但通常也都是粗条的 好烦哦 它如果那个现场 只剩粗条的话 我会怎么买粗条 你还是会买啊 也是也是 你会拥护它到最后一刻 这样 不是因为细条到后来 我真的发现在市场上 很难买得到 真的 对 我在 我深深的怀疑 他们就是主打粗条 这件事情 对啊 OK 所以说每个人喜欢吃了 但我们刚才聊的这些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零食 对不对 真的 但在今天呢 等一下我们要来这个 心得报告的呢 都是一些 要不就是老品牌 有了一些新口味 要不然就是呢 有很多 可能我们都觉得说 你出这个口味 到底是干嘛 然后呢 有吃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饮料 对吗 OK啊 所以说今天又吃吃又喝喝 但是呢 我们今天会抱持着 就是实验的精神 告诉大家 我们最真实的感受 这样子 祝大家用餐愉快 谢谢咯 晚上11点多的时候 祝大家用餐愉快 真好 我觉得在听节目的人 应该饿 很多人刚下班 可以的 好了 稍后回来继续午夜乱谈啊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么在今天的午夜乱谈当中呢 请到这两位 本单元的主理人 分别是中广新闻部的 长腿担当 Win 哈喽 我是Win 以及中广新闻部的 鲜肉担当 王凯凯 大家好 我是王凯凯 好的 这两位呢 其实他们自己有一个节目啦 但是就 也是不小心的 被我拉来 硬是做一个单元这样 没问题 OK的 你们平常的节目是在 礼拜 礼拜六 的什么时候 上午的11点到12点 播出的频道是在 中广新闻网 OK好 那个节目叫一同开麦啦 没错 那请各位多多给这两位支持跟鼓励 真的 感谢大家了 拜托大家了 拜托大家了 他们其实平常很忙 没错 因为他们都要伺候别人 好不容易有一个节目能够让他们自己做自己 我就觉得 很难得 对 这也是在他们比较严肃的工作之外 他们比较能够展现自己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先谢谢赵董事长 哈哈哈哈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所以我们待一待 OKOK好的 加油加油啊 我们会努力的 好的好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个临时的试吃大会 那当然其实在之前呢 我们在脸书粉专当中呢 也有请教各位网友 就是你们能够推荐在便利店 我之所以会把目标锁定在便利店的原因 是因为比较好取得 那今天呢 我们就这个麻烦网友提供你们觉得还不错的 或是你们觉得很好奇的一些口味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进行试吃这样 所以说王凯凯你帮我看一下 现在在你们的面前总共有几种食物跟几瓶饮料这样子 两瓶饮料 然后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哦 这样子啊 好 那谁要先开始来选啊 来来来 Wi先来选好了 女士优先好了 对对对 来 你选一包 我刚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可乐果 然后九层塔口味 啊 啊 我刚才没有看清水 我准备的 我还以为是香菜 我想说哇里勒 我本来真想买香菜 但真的没有出香菜版本 我要说啊 可乐果啊 如果不是这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口味的话呀 他们不是有分什么原味跟老朋友 对不对 对对 有人吃得出那个差别吗 我吃得出来 真的假的 我觉得老朋友有一种怀旧感 怀念的感觉 人家好像讲说 老朋友才是最原本的可乐果 然后后来那个原味呢 有一点点的口味上的改良 但今天呢 在我们 这个其实是谁买的 那个九层塔口味 九层塔是我买的 王凯凯 没错 好的王凯凯 今天呢 就先买了一包 可乐果 九层塔口味 拆 pueden 拆拆拆 拆拆拆 toothbrush 来啦拆 来 好好奇它的味道哦 你先来吃好了 你有吃过吗 你没吃过 第一次第一次 阿 我們忘記準備筷子了 哈哈哈哈 對 我也在想說要準備筷子 對不起 不不不 是我們的問題 來來來來 好 欸 有欸 真的嗎 我本來預想是 它的味道 它不會有九層塔味或是很淺 它很 等一下 很重欸 我還沒有吃喔 就是我現在只有聞那個味道 它九層塔味是夠的 是夠的 鹽酥雞吧 哈哈哈哈 欸 這不是 有 有 有鹽酥雞感 沒錯 完全就是鹽酥雞 所以它不應該叫九層塔口味 應該叫鹽酥雞口味 可是鹽酥雞口味的話 它那個炸的味道要更重一些 而且雞汁什麼味道要進去 對對對 但它完全無愧於它名字 真的有 欸 所以說這一包應該就是介於 九層塔跟鹽酥雞中間的口味 對對對 是 欸 是好吃的 我覺得還不錯欸 但是又有可樂果自其本身的香味 就是它並沒有 就是那些 莫名其妙的味道 並沒有蓋過 本來的可樂果 對 是你熟悉的那個可樂果 然後加上九層塔的味道 欸 是好吃的欸 而且吃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感受到了那個 炒蛤蜊的味道 對 欸 有 有 會感受到那個炒蛤蜊 有 有 就是那個味道 有 對對對 喔 OK 這包是王凱凱先選的嘛對不對 沒有他選的 你選的對不對 好那王凱來選一個 那我要再來選下一個也是可樂果 沒把可樂果解決掉好了 接下來這個可樂果啊 是有網友說他是很地雷的口味 真的假的 對對對 這位網友叫做David Skywalker 他說呢 這個口味有個 他自己個人認為齁 個人意見 他說 可樂果口味太多 說個印象深刻的 玫瑰鹽有夠難吃 而且買兩包還有折扣 我一下就買了兩包 而且重點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也不小心也挑了一包這個 我跟豆子哥挑了一模一樣的東西來 我剛剛原本也想去買那一包 沒有沒有我挑的原因是因為網友提到 然後我就想說真的有像你講這麼難吃嗎 我就買來吃吃看這樣 那你會不會擔心他難吃我們開小包的好了 因為我買的是小包的 這兩包是不是有點微微不一樣 真的假的 包裝上有不一樣 包裝上 但口味是一樣的 口味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試吃的是可樂果 碗豆酥 檸檬玫瑰鹽口味 嗯 好的 聽你的小包 看小包的吧 但我覺得看外包裝 是我第一眼會想買的東西 我會覺得 蠻特別的 因為它很粉啊 它粉紅色的包裝 少女感蠻重的 欸 王凱凱的臉色有點不太對 她的臉色好難看喔 你的臉色還 你臉為什麼這麼扭曲 感覺 可樂果加上 加上 檸檬夾心餅乾的味道 蛤 對吧 有一個 臉色也不太對 檸檬夾心餅乾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阿鹽我找不到 海鹽我找不到 不行 真的不行 我懂你們兩個為什麼臉色扭曲 就是好 不難吃 但是 就是你 有點不知道它是誰 我覺得那個檸檬的味道有點像 就是某一家的檸檬夾心餅乾那種 會很脆的那種 對 檸檬夾心餅乾 檸檬夾心餅乾 但它那個檸檬又很重 很像那種 嗯 嗯 洗碗筋的味道 哈哈哈哈 欸對耶 對耶 吳依萱你超 洗碗筋都出來了 對耶有一點 對吧 欸等一下 不好意思我要再吃第二個 因為我真的不太確定 對對對 你再回味一下 但這個沒有那個 剛剛九層塔的那個 那麼回味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子阿 九層塔 九層塔OK 我跟你講九層塔就是標準的惡魔 你知道嗎 它就是你不要吃就不要吃 你吃了第一個之後 就二三四五的就吃下去 不錯 阿這個就是它在哪 這個大概就是 吃在四五個你就會先把它封起來 對對對 我們下次再來 等一下 可是說實在話呀 我並沒有覺得它特別難吃 對 只不過呢 是因為大家熟悉的可樂果 你可能對它的印象就是 它應該要是鹹的東西嘛 鹹的 那怎麼會配上一個檸檬口味呢 你懂那意思嗎 就是你會覺得 但它也不甜耶 兩個不搭尬的東西合在一起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 喜歡吃那種甜鹹派的人 會喜歡 就有一種人很喜歡吃那種 又甜又鹹 啊這樣口感好豐富 甜鹹的爆米花那種 對 對 就會很愛這種東西 對對對 我沒有覺得它挺難吃啦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覺得它不好吃 但我就覺得可能 要稍微習慣它一下就對了 對對對這倒是真的 這我覺得我對它的期待過高耶 我也對它的期待過高了 我可能一開始看就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吃起來我覺得 還蠻好吃的 就期待值就變高 可是這個我是有點很失望耶 你是瞬間心冷吧 你 對啊 而且我本來會以為 它可能會帶有一種日式的什麼 很高級的風味 結果 滿分五顆星 這個可樂果檸檬玫瑰鹽口味 這是個人的意見好不好 滿分五顆星的話 王凱凱會給幾顆星 嗯 2.5好了 一半啦 差不多啦 2.5 2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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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哇哦 看來它可以加入超級美食家 哈哈哈哈 好啦其實我ok啦 三顆啦 可以到三顆 對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呢 如果人家有買的話 我就會吃 而且我會把它吃完 但如果是我要主動去挑的話 我不會買這個 它不會是我的第一選擇 對對對 除非它全部都賣完了 可是它真的沒有不好吃了好不好 就是 它是ok的喔 它是ok的啦 我給過啦 我給過啦 但希望可樂果研發人員不要太難過 哈哈哈哈 還是可以啦 九層塔口味很讚 九層塔很棒 檸檬 加油 下一個 喝個東西喝個東西 好啊 我們今天呢有兩個 但這兩個 有一個是 知名品牌的新口味 那另外一個呢 是之前有出過的口味 但最近呢 又重新上架 這樣子 是 你們要先哪一個 我會先想選擇 蘋果書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會不會這樣做 就我可能去那種 什麼吃到飽的店 然後看到那可 可口可樂的那個 機器 我會選擇 蘋果汁再加雪碧 哦 對 我會自己合成蘋果蘇打 你自己做對不對 我故意真的想要做這個主題 就是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對對對 但是是好吃的 因為之前呢 有網友丟一個訊息給我 他就說呢 因為那個 買不到 酸梅冰沙 然後他在麥當勞怎麼做你知道嗎 怎麼做 其實我不敢做啦 但我就覺得很好奇 他買了冰炫風 加什麼你知道嗎 番茄醬 對 他說口感好香 我說怎麼可能 我不能接受 怎麼可能 他說可是還不錯吃啊 那我就想說 就讓我想到 下次要不要來做那種混搭的東西 這樣子 好的 我們現在要那個 試吃的是 美麗果 那美麗果可能大家想到就是 要不就 葡萄汁 要不就是 柳橙汁對不對 蘋果汁 對蘋果汁這樣 但是呢他們最近出了一 一系列的蘇打 就是有氣的 那我在想 聽到嗎 你放屁嗎 我在想說會不會 只要有蘋果口味的蘇打飲料 大家都會跟蘋果汁打來做比較 我覺得會 我覺得台灣人很容易 就是蘋果口味的蘇打飲料 都會跟蘋果汁打喝 因為那是大家根深蒂固的那個 嗯 好的 那個美麗果 蘋果蘋打口味對不對 好 喝 大家表情多 跟你們說一下我的心得 好的 衛星來說 跟在那個飲料機做到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味道 真的喔 對啊 你說美麗果的蘋果汁加雪碧 就是蘋果汁加雪碧的味道 真的假的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感覺好像真的差不多 欸你在飲料 沒關係啊 同一家公司嘛 你在飲料機台是那個 蘋果汁加雪碧 雪碧 的那個比例是多少 1比1嗎 呃不是 我的蘋果汁會多一點 大概是3比1左右 喔 就給他那個 有一點蘇打飲料提氣就好了 對對對 那個柳橙汁也可以加 那個雪碧 也是好喝的 檸檬紅茶加雪碧也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 蛋口味版的蘋果汁打欸 對 味道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完全不一樣欸 我覺得完全 但是就是如果 但我覺得比較稀啦 比較稀一點 你懂我說那個 蛋口味的蘋果汁打的那個 那種感覺了嗎 真正的蘋果汁打比較甜 甜蠻多的 我覺得蘋果汁打的那個氣泡 沒有那麼重 他氣泡比較少一點 然後比較甜 喔 對不對 而且他淋加糖欸 嗯 他淋加糖欸 他是健康版的是不是 我想起來了啦 我懂了 會不會最近很流行的 什麼什麼氣泡水啊 健康的 就像今天我如果今天喝氣泡水 我看到他 我會想買他欸 對對對對對 就是那種 不加糖的氣泡水 但他其實是有甜味的 而且他熱量只有九大卡 OK Light Light 好啦可以 因為他的Light 給他多加30分 應該滿分了吧 滿分5顆星 好不好 王凱凱請給分 給他個 我覺得可以到4分 4顆星欸 4顆可以 80分喔 好高喔 畢竟他健康嘛 嗯 可以 多怕胖了你 好來來來 我給他4.5 喔4 90分欸 那0.5是給他 就是我自己 就不用自己自調了嘛 對說他不好配好了 方便了 方便了 多希望出現在飲料機台了 對 拜託好不好 趕快加進去 可是那個混搭的樂趣 是成就感啊 是成就感 對不對 他如果那種傳杯沒在 當然其實也OK啦 但你就少了一件事可以做 但我自己就是 比較沒一錢買 飲料機在自己家 去個Saven 還是買一個蘋果蘇打好了 滿足我下我的成就感 OK好 然後你4.5嘛 對不對 我覺得他我也可以給4顆星啦 對對對 高分過關欸 恭喜他 好的 所以說目前呢 真的最不看的就是那個 粉紅色包裝那個東西啊 不好意思啊 抱歉 哎呀 好的 稍微等我們一下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來聊聊這些零食 到底還有哪些 可能是地雷呢 好的 好的接下來呢我們要試喝的是這個老東西新上架啊 櫻桃口味 可有可樂的櫻桃口味啊 來來來乾乾乾乾乾乾 好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有杏仁茶的味道 我告訴你 我其實不討厭杏仁茶 我也不討厭但 他出現在這兒很乖 欸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會有杏仁茶啊 對啊 他寫櫻桃口味應該改成杏仁口味 杏仁口味吧 我也覺得 他如果是寫杏仁口味我還不會那麼生氣 而且他超級甜欸 他比一般的可口可樂還甜 還甜欸 對啊 他的葡萄在哪 而且我覺得他好沒氣喔 怎麼會這樣吃 重點是他的葡萄呢 櫻桃呢 櫻桃呢 啊我的氣泡呢 我覺得他的櫻桃的感覺啊 比較像是我們在生日蛋糕上吃的那種櫻桃 糖漬的那個 對對對 比較像是那種櫻桃 有啦喝第二口第三口有感受到那個 糖漬櫻桃的那個味道了 他不是那種大自然的那種 對對對 對不是那種 嗯 他是喝了好幾口之後有不同的那個味道成吃跑出來 但真的比較甜欸 嗯 他可能真的是那種 醃過那種糖漬櫻桃的那個味道 就甜到有點卡紅的感覺 那你們有看過透明顏色的可口可樂嗎 你說是日本出的嗎 日本出的 好像有欸 現在在一些日本的藥妝店應該是買得到的 哇 就那個 他明明是可樂 味道喝起來 他卻喬裝改辦成汽水就對了 對對對 就跟之前那個透明咖啡還是透明奶茶一樣 差不多意思 類似的東西嘛 是是是是 那就是要喝那個顏色才有感覺 對啊 不喝那個顏色就沒有感覺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透明的有種很很稀奇的感覺 不要被他騙了 不要被他騙了 不要不健康好不好 他只是要多賣你30塊 真的 欸我在喝水欸 你想多了吧 我懂了 就是那種錄音室你可以偷偷帶水進去 對 對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OK 原來 來來來來來評分評分哈 那個 針對可口可樂的櫻桃口味 好滿分也是五顆星 我們從未開始來評分好不好 好滿分五顆星 你會給他 兩顆 兩顆 會太真實嗎 四宅鬍 有沒有 來王凱凱 兩顆 差不多 凱凱 很對不起 你們的要求好高喔 你們 對 但他其實也很誠實啊 因為他就是唐刺櫻桃啊 對啦 也沒錯 他其實也沒騙你嘛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可以給為他的誠實多加0.5顆星 2.5 一半 50分 可以啦可以 但我們要再說喔 這是我們三個人主觀的口味而已 對 我知道有人非常喜歡櫻桃口味的可口可樂 甚至於中間有一度那個櫻桃可口可樂沒有上市的時候 他一直在懷念 欸他們很崩潰欸 好懷念 啊怎麼什麼都不上架 就跟四樂丁一樣 好啦解決完了可口可樂的櫻桃口味 那麼再挑一個吧 再挑一個 你挑好了 給你挑 我從進那個便利商店 我就對一個東西很好奇 就是樂四的那個 我就知道你要選 甜奶雞湯口味 啊對 要謝謝網友提供意見啊 這是網友有點名的 這是網友有點名的 這真的讓我覺得很匪夷所思欸 想說蛤 欸你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去那個便利店的那個架上 看一堆洋芋片 我就想說你們好好回歸你們那個 初心好不好 你們好好 就因為他們現在都跟料理結合 你知道嗎 譬如說你剛看到 有什麼洋芋片跟牛肉麵做結合 比較像蚵仔煎 對對對 蚵仔煎 蚵仔煎其實已經算得上是 大家漸漸能夠適應的 但是有很多那種菜色的 你知道嗎 就想說洋芋片加上這些菜是對的嗎 這樣 好 所以說接下來呢我們要試吃這個東西呢 是網友提供的哈 然後呢是樂士對不對 沒錯 樂士的什麼口味呢 這個叫做野奶雞湯口味 看起來很東南亞風格欸 那個便利便利店的那個洋芋片架 如果真的全部把它擺出來的話 就是回歸他們那個菜色的話 真的可以白桌滿漢全息 可以了可以了 對不對 這個還有獲得 喔沒有了 他是說他聯名的這個餐廳 還有獲得米其林推薦泰式料理 哇 好了這是陳鴻明推薦的 他說這是我在厚龍市區靠近加油站的Seven買的 這個口味拆開包裝的時候 就聞到濃濃的野奶味哈 這個是樂士的洋芋片 野奶雞湯口味 嗯 野奶雞湯 對啦真的有 哈哈哈哈 笑出來 欸 吃久了 又回到那包粉紅色的味道 真的嗎 就是他的後勁啦 前面是好吃的 那就是 那個後勁回到了那個粉紅色那個 你說那個 檸檬 可樂果檸檬玫瑰鹽啦 對對對 他的檸檬味蠻重的 野奶味鹽還可以啦 就是泰式啦 但我覺得他的樂士有點太搶戲了 喔你知道洋芋片本身太搶戲了 嗯 他就是洋芋片啦 也是也是 但我覺得他沒有融在一起的感覺 他的感覺就是各個層次 就是 現在吃到野奶 對 然後檸檬到囉 對 吃回來囉 吃回來 我懂你的意思 你要不然的話 你乾脆就洋芋片去擺的有沒有 你沾那個野奶醬算了有沒有 還比較好 對 你懂我那意思嗎 你剛剛不是意思對不對 是 可以當下酒菜的那種 哈哈哈哈 他自有各個層次 感覺沒有融在一起的感覺 等一下等一下 好 既然我們吃這兩包的那個表情都這麼扭曲 那今天真的要在這兩包就是 那個可樂果 檸檬玫瑰鹽 跟樂士的野奶 雞湯口味你們兩包一定要選一包吃的話 你們會選哪一包 我會偏向選可樂果耶 我也是可樂果 對不起 哈哈哈哈 不知道什麼耶 就是可樂果還是會好一點 你們兩個都選可樂果 檸檬玫瑰鹽喔 我覺得可能是檸檬玫瑰鹽那個 比較搭一些 還比較適合當零食吧 我也偷可樂果 檸檬玫瑰 哈哈哈哈 那個樂士有點太像料理了 那個味道有點太神奇了 他料理的感覺太重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愛吃洋芋片 但我真的比較喜歡吃原味的就好了 原味對 就加鹽的就好了 你們有發現樂士不是有那種盒裝 或是就是洋芋片包裝的 你們比較傾向的 賣空氣的 賣空氣的 當然是帶裝啊 蛤 我喜歡盒裝的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盒裝就是沒有空氣感啊 它比較滿 而且它的油膩度沒有那麼高 真的喔 我不是食品廠出來的喔 但是我的了解是啊 像這種帶裝的 因為它那個形狀都不規則嘛 因為是切片的 它是切片的 然後那個就是盒裝的 或是桶裝的 好像是馬鈴薯粉壓出來 壓出那個形狀 所以它規格才能夠這麼統一啊 好像有差 完蛋 活到現在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 不會不會不會 但是你覺得那個口感很療癒 對啊 那就好 是療癒的 對啊 我覺得 因為像我小時候也很喜歡吃那個 那個叫什麼 翹鬍子對不對 品客 品客 對 就是我小時候也蠻喜歡吃的 好啦 接下來殘忍的時候到了 樂士野奶雞湯口味 好不好 滿分如果五顆星的話 我們三個人的主觀口味 王凱凱先來說 兩分 我要很誠實的 1.5顆星 你真的好嚴格啊 好的 今天節目謝謝大家收聽 不敢說是不是 我們不都表明了我們的心智嗎 那兩包我們都選了可樂果 你覺得呢 是不是 可能1.75吧 不要這樣說1.76 平均 等一下 但如果你覺得我們的評分不準的話 也不要diss我們的 因為那真的每個人口感不一樣 沒錯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呢 就是謝謝這些網友的提供 但其實網友還提供很多 我們今天也是有準備在現場 但是我們來不及吃的 我們再找一集 我們再好好的來跟大家 開個試吃大會這樣子 今天做這一集節目 也雖然上是 在深夜的時候還蠻療癒的啦 真的 沒錯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肚子都馬上餓 謝謝王凱凱 謝謝 謝謝 謝謝